歷代之下 第二章 所羅門定義要為耶和華的名建造殿宇 又為自己的國建造宮室 所羅門就挑選七萬礦台的 八萬在山上作石頭的 三千六百督工的 所羅門差人去見推羅王希蘭說 你曾混香柏木與我父大衛見宮居住 求你也這樣待我 我要為耶和華我神的名建造殿宇 分別為聖獻給祂 在祂面前焚燒美香 常擺陳切餅 每早晚安息日月索 並耶和華我們神所定的節其獻凡濟 這是以色列人永遠的定例 我所要建造的殿宇甚大 因為我們的神之大 超乎諸神 天和天上的天 尚且不足祂居住的 誰能為祂建造殿宇呢? 我是誰 能為祂建造殿宇嗎? 不過在祂面前燒香而耳 現在求祢猜一個考像來 就是善用金、銀、銅、鐵、和紫色、珠紅色、藍色線 並蒸於雕刻之功的考像 與我赴大衛在猶大和耶路撒冷所預備的考像 一同造工 又求祢從黎巴嫩混些香柏木 從木、咸香木到我這裏來 因我知道祢的牧人 善於砍伐黎巴嫩的樹木 我的牧人也必與祢的牧人同工 這樣可以給我預備許多的木料 因我要建造的殿宇高大出奇 你的牧人砍伐樹木 我必給他們打好了的小麥二萬哥爾 大麥二萬哥爾 首二萬霸特 尤二萬霸特 推羅王希蘭寫信回答所羅門說 耶和華因為愛他的子民 所以立你作他們的王 又說 創造天地的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是應當清重的 他賜給大衛王一個有智慧的兒子 使他有謀略聰明 可以為耶和華建造殿宇 又為自己的國建造工室 現在我打發一個精巧有聰明的人去 他是我父親希蘭所用的 是但知派一個婦人的兒子 他父親是推羅人 他善用金、銀、銅、鐵、鐵、石、木和紫色、藍色、珠紅色線 與世麻製造各物 並精於雕刻 又能賞出各樣的巧工 請你派定者人與你的考將和你赴我主大衛的考將 一同造工 我主所說的小脈、大脈、酒、油 願我主運來給眾伯人 我們必照你所需用的 從黎巴嫩砍佛樹木 扎成佛紙 浮海運到約帕 你可以從哪裏運到耶路撒冷 所羅門仿照他父親大衛數點住在以色列地所有寄居的外邦人 共有十五萬三千六百名 使七萬人擴抬材料 八萬人在山上鑿石頭 三千六百人督理工作 一路 坐錯 四百